装箱锁螺丝耳边不断传来的是这些声音 工人螺丝锁了一颗又一颗钉的牢固 因为这些全要远渡重洋运往国外 什么东西让老外也蜂蜜 我们将包装线往前推一个步骤 这里赶工的工作人员更多了 他们全神贯注 小心翼翼用泡棉捆着 一根一根包装完还要集合起来再捆一遍 动进直筒后接下来这个步骤可重要了 国外大单拜托拜托可要小心轻放啊 这么搞刚因为这东西可是国际间抢制药的高精度产品 原本致力于院内医疗推广不断积蓄能量的他们 因为武汉肺炎扩散 今年三月以来国际订单大爆发 中国大陆甚至特地开启了绿色通道 只为了让产品过年前就运抵 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 光是三月以来已经出货上百套 神秘的产品带您一窥就金 这碗如机器人的声音来源就是这个紫外线灭菌机器人 模样有点突兀里头有根灯管外头的旋转护照不断转动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特制的一个灯管 那它的剂量非常的强 所以能够杀死大部分的微生物的DNA跟RNA的部分 号称德国定制的高效能拱旗合金灯管比水银灯管多了三倍寿命 选用UVC波段中的254奈米不仅不残留有害物质 拱含量仅仅0.02%也不会产生臭氧 全转护盖搭配内部反射性设计不仅集中紫外光的效能 让强度增加一倍 据说更能照顾每个死角杀死细菌 他们的专利设计不仅国外青睐 国内也有不少医疗院所抢当客户 但效果真有这么好吗 紫外线消毒效果究竟如何 我们用细菌病毒温床手机来做测试 我们点选一般模式就可以去选择 我们所要执行的时间 我们试着先消毒其中一只手机 所以按start 消毒后我们拿吴俊邦沾涂手机表面 前置作业培养24小时之后 发现没有消毒的手机微生物大量生长 反观消毒过的手机培养敏几乎跟新的一样 手术台上无影灯起家的业者 此时疫情爆发更凸显他们的价值 订单已经排到六月底了 现在几乎都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直接来跟我们谈 我们现在包括到中南美洲 最远您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到智利区 我们也到非洲向奈米比亚去 我们甚至现在在谈南亚的 不管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其实马上也都会去 武汉肺炎疫情让全球开始重视 感染控制的观念 也让台湾拥有相关实力的企业被看见 而这一家体温热像仪业者也因此爆红 现在许多人进到密闭空间都会通过 红外线热像仪量体温 但您看仔细了吗 上头的画面并非常见的热影像 而是你我清楚的模样 关键就是主机上的两颗镜头 下面是热影像镜头负责感应温度 上面则是光学镜头 让使用者看得清楚 到底是哪位同仁发烧了 每一个人体温也能清楚锈在荧幕上 即使N个人一起通过也没问题 但能否筛到发烧者才是重点 我们来做个测试 像记者皮肤的表面温度约36度 为了确认体温热像仪它的精准度 现在我们来加热 接着我们再量一次 超过38度警示音大作 外加拍照 那如果有外在热目标干扰又会如何呢 请看一下镜头量测体温 这位访客拿着咖啡却没有警示音 我们将画面拉近来看 原来咖啡是画面中的黄色色块 体温热像仪会自动筛选掉 异常温度的干扰 过去专注在长照与智慧序幕的他们 总会备好物料因应 现在疫情爆发 刚好派上用场 如果这些热像模组都是仰赖国外进口的话 那事实上你在整个供应链上 就有可能有锻炼的风险 今年事实上我们可以生产 10万到20万组的这一个热像模组 能有这么样的把握 是因为国内9成以上 红外线体温热像仪仰赖进口 而他们不仅价格仅约十分之一 更是从设计黑体炉校正到产出 全台唯一一条龙自己来 甚至为了因应爆量的订单 他们还特地加派校正人力 我们每天收到的问询电话 都是超过50通 一段时间都增加了有10倍的需求量 一场疫情提升了台湾在国际间的能见度 也崩解了近几年累积的全球经济能量 感控与大健康意识迅速抬头 在这个市场上来讲 不管是美国的一些统计报道 未来就是在2020年以后 大健康产业都会来到 上看1.6兆美金的一个将者的产值 那这个疫情发生以后 各国政府都有意识到说 确实这个防疫的重要性 我觉得至少速度上会快上两三倍 疫情肆虐产产业翻身带来新希望 台湾在国际间将不缺席 不可能会有些统计方法 在国际前面上有些统计方法 如果大家有可能会有些统计方法 那我们有些统计方法